在廖門添醫生所七六的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文錄第二冊中紀錄第27個真人真事。 27,遺之居是。 由朋友介紹,找到廖一所位於銅鑼灣的佛堂,作拜參法事。 佛堂的負責人遺之居是,年約70,打理佛堂已有25年,扮得井井有條,讓人感覺在那時中有一淨土。 認識遺之居是後,感覺他是一位全心全意弘揚佛教的大德,處事盡責,代人誠懇又例,是一位真實修行者。 有鑑於此,相信遺之居是必有不少感應事職,故特訪問他,亦特地請他訴說信佛歷程,希望可以作為信佛後來者的借鏡,何有鼓勵及啟發作用。 若我們先看看數則念佛感應事職。其時年約40歲的遺之居是,與有人往觀世音菩薩道場的普陀山朝聖。 自該處的凡音動,亦如所有人一樣,希望可於動中得到觀世音菩薩顯現聖像。 遺憾地他一無所見,於失望中的遺之居是心中默想,觀世音菩薩,我遠度而來,却未有福得得到菩薩真容。 我想拍一張相,希望菩薩可視現於相中,隨後便用相機向黑漆一片的洞中拍了一張照片。 其時仍是用菲林相機拍照的。 反港後,衝曬出來的黑白照片,刻然見到相片一邊全黑,另一邊則是一清晰菩薩的上半身側面影像。 令人驚嘆不已,心中感激菩薩慈悲,應了他所求。 數年後,遺之居士與有人由於內地的民俗斯利菩薩道場的五台山北台。 香港眾年有門事步行而上,途中有十多位內地的信眾們,正前成第三步一跪拜上山。 忽然那些跪拜上山的居士們,都驚嘆地望向天空,眾人隨之望向天空,只見天空上出現了彩色奇景。 清晰見到如安彌陀經上所說的佛土景象,七重藍屯,七重行樹,有多位菩薩活動其中,這殊聖景象維持了約一分多鐘。 在場的所有人都看見到,大家都驚嘆因緣殊聖,感恩不已。 於五十多歲時,因扶貧辦學,為之居士常須往內地辦事。 一次,於山西省的凡此縣,近五台山,有佛友大王參觀一聖景隆棟。 據聞,該隆棟是一佛教聖地,不少人於隆棟,都倒見異象及有所得著。 佛友告知曾有一位極有名氣的大法師,親說他於隆棟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寫照, 故隆棟是極有名氣,為是隆棟地處偏僻,前往該處的山路亦並不易走,亦並非人人皆有所見, 故此該處亦並未有太多遊人。 為之居士等一行十餘人,到達隆棟後,逐一向隆棟內看, 為之居士看得西方三聖聖像,敢因佛菩薩顯示,其他的一些人卻是一無所見。 於隆棟見西方三聖後約六年,亦是於山西省一處地方辦學。 有朋友大圍之居士往一村落,原來該村落三年半前,有一極具功夫, 常教人念重觀世音菩薩的大師坐化。 大師坐化前祝父門人將其遺體入供三年後取出,如肉身不壞,可起塔供養。 大師真身已被取出半年,放於木蔭內,等待塔做好後放入讓人參拜公養。 自該村落放置木蔭處,將木蔭的門打開,果然見到一玉身菩薩, 面部由人看似有彈性,頭上更生有小許頭髮,體形似是縮細小鳥, 但看上去仍是許許如生,如活人一樣,驚嘆果真是一玉身不壞的菩薩。 稍後更有一則有關為之居士先夫往生時的奇異殊性時跡, 讓我們先看看為之居士的信佛及身體力行的歷程。 為之居士是家中的大師,下有八弟妹,有時家境清貧, 你居士雖花不少時間於家務上。 但你居士有不錯的記憶力,故讀書成績頗是不錯, 尤其是宗教科,常拿取到滿分的一百份。 小學就讀於外教學校,曾因以一些問題文治校長語才, 被斥馬不許再問,只信便可。 他至少覺得人生必有其異議,曾接觸天道,未能入信。 於若四十歲時,有人帶他往一指中,時子內剛做法事, 響起忠興南眾之聲,文知,不知何故乎有所感觸,淚流不已。 其後閱讀佛教經論,豁然開悟,覺得因果報應之理罪是公平合理, 由是信仰佛教,踏上了他的菩提大道。 若於四十五歲時,因緣際會,為之道居士接受管理了現時的佛堂, 但仍繼續他於內地已進行了多年的扶貧辦學工作。 其時為之居士已婚,欲有三子女,因佛堂及內地扶貧辦學的事務, 有些時須離家十多天,而終是在廣時,因事務忙顧, 多時工作是早八晚十一,家庭事務隨時依沒地外,其餘的都不能兼顧, 雖說他所作的都是利益眾生的事,而心中實是對丈夫及子女心有協究, 還好是丈夫及子女都體恤及諒解他,才令他少各心安, 尤其是丈夫更是大力支持他,著他不用為他擔心。 為之居士對丈夫的諒解包容,追是感激, 覺得丈夫能犧牲自己,成就於他,相信其夫者寫己為人的精神, 並必供不堂捐的。 而這樣想法亦得到了證明。 丈夫年前於內地東觀,心臟病發生故,安排了兩日後運送遺體返港。 於東觀殯儀館安排事異時,遇到一群不相識為人念佛的法師及居士。 誰大膽地向他們作了不情之請,請他們兩日後於其夫遺體由殯儀館送回香港時助練。 他們與為之居士並不相識,卻一口英雲。 兩日後如約出現,更是有排場地出動了橫扁的花開見佛, 及值番寫著的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與南無阿彌陀佛。 除了供養法師禮儀甘愛,他們取收任何費用,令離居士深深感動及感激。 返港後,一箱熟生果店店主見他愁哀滿臉。 得知其夫之事後,告知其時一位來自不丹的大寧波車剛考在港, 過兩天就回不丹,朋友說看看有沒有機緣,僅見寧波車。 奇怪的是,寧波車並沒有打算在港接見任何人, 但當得知遺之居士情況,便祝父護法弟子以車接往相見。 見面後,寧波車安慰遺之居士不用擔心, 當晚會為其夫施行破瓦法,並於反不丹後, 會於一個七七四十九天的萬禎法會中,為其夫祈福。 為之居士真的難以相信其亡夫境有此殊姓恩緣。 其夫殊姓恩緣還未完結。 佛堂一工作人員隨手於佛堂取了一利是封,封上白金, 而利是封上,不知何故有一個電話號碼,是打過去, 竟是一位在維州經常舉行放生佛事的法師, 這位法師是認識的,但沒有想起過他,也沒有他的電話號碼, 這利是封上的電話號碼就好象提醒了為之居士需要為亡夫作放生佛事。 以上三個難以想像會發生的情況,包括, 不認識的居士為作助念,不認識的寧波車為作法事, 及一個極巧合的放生提示,為之居士深信者是其夫成就他廣恆利益眾生功德所致。 因必有果,行必有正,功不堂捐,在人者天必助之, 上天及佛菩薩必會加持運化的。 為之居士的初心是扶貧辦學,接管佛堂後仍是繼續, 後來內地情況已有大改善及上了軌道,近年來財稍援這方面的工作。 他接觸人面極廣,曾開道不少迷於人生,迷於佛法的人們。 為法忙驅,縱然身體有些時會各疲累,但內心總是輕化如月的。 處理一間佛堂事務,很多時都會有一些閒言閒語,為免別人誤會及不安。 你居士會盡量解釋,若人接受最好,若不願接受,也只好一笑之之。 修行忍辱,絕非亦是,亦是所有修行者所必須經歷。 驚雲,忍辱得福。 相信大家都會衷心希望真的如是。 為之居士看盡世情,最感嘆的是人的思心太重, 佛法是開闖人心的救世寶物,若人都能學習寫離三獨煩惱貪親癡, 世界亦必是安逸太平多了。 一般寺廟都是遠離陳囂,能於銅鑼灣那時中保持著一股逐世清流, 這是諸佛菩薩加備,難能可貴,諸上善人功德無量。 在廖緣天醫生所七六的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文錄第二冊中紀錄第二十八個真人真事。 二十八,地藏菩薩救助意外身故者。 畢者有一親屬女士,其一親戚後輩,內生,於一家通意外中喪生。 此後輩年紀只有三十多歲,英年早世,生前並無任何宗家信仰。 後輩的家人都是信奉外教,於這情況,外教似並無任何做法可幫助亡者。 親屬信奉佛教,於傷痛之餘,心覺亡者極需要幫助,意外當日恩美及知會亡者家人,即時往東普陀港子為亡者作福,並為其設立長明燈一盞,及年為一個。 其後親屬找到了亡者家人,告知以為亡者做了佛教功德,其家人亦同意並接納,並一同前往子中拜祭及一喜於子中念了一部地藏經。 親屬向家人解釋了於這情況,亡者極需要幫助,建議家人為亡者做法事,誦經,做功德。 家人須信外教,亦全部同意,並自發心如數七七四十九天。 親屬知道一般於靈堂做法事,也多是做三時系念,但故及到亡者因以外申告及並無宗教信仰的情況,要求佛堂為念中地藏經回向。 初時佛堂仍是建議三時系念教適合,親屬亦接納了。 但未幾佛堂再通知說法師同意念中地藏經。 親屬心想者佛堂同意改變初衷並不常見,有感視菩薩加持。 法事後未幾,一天晚上,親屬上了床睡覺,未入睡前,不覺有人溫柔地興祝其堅背之處,以為是其夫跟他說晚安,他未有理會。 熟了又再一次有人興祝其堅背處,這次他覺有點奇怪,轉頭回看,卻並不見到其夫,與夫分房睡的,有點而驚恐奇怪,但亦沒有理會,後睡著了。 日日早上問其夫作夜有否觸摸他,夫說沒有。 親屬告知我這情況,我告知應是其亡者外生,前來表示謝意。 亡者是沒有能力這樣做的,必須靠佛菩薩助詞,方可承辦,故此亦顯示家人等所作功德,功不堂捐,感應了佛菩薩慈悲道化加持。 此感應實力到此並未完結,須補充一些事情,是發生於意外之前的。 一切事情辦妥後,親屬一日說記得發生意外事故前不久,曾作了一清晰的夢,他極少有夢,亦於意外前曾向我查聞夢的含意, 其時我亦指導是菩薩給予他感應,現回想起來,或與以上事件有關,親屬這個夢是這樣的。 於夢中見到地藏王菩薩慈石像站立於海面上,有一群孩子在海中不知再做什麼,不然那些孩子都走上了岸。 隨後他便夢醒了,不幸意外發生後,我才猜想到是地藏王菩薩給予親屬感應。 早知道意外發生,亦預先知道親屬會求地藏王菩薩解救亡者,亡者是親屬的後輩,小孩比喻後輩,由海中走上岸比喻菩薩助期到達安樂處。 或有問,為何菩薩不制止意外發生,而至於事後作前呢? 別業與共業,自作自受,菩薩亦須尊重宇宙法則,不會隨便逆轉。 而亦因眾生很多時須受重創,方會回頭猛醒。 菩薩大詞,助詞與否,必有其恩,亦都是為了廣道眾生,令其明白宇宙人生真理,走向光明如月的菩提大道。 後記,此策念佛感應,是第二策。 於1993年76了第一策的念佛感應,其後一些朋友建議不借寫一些佛教道理的書籍,但不借希望有多些體驗才下筆,故一再拖延至2021年。 才寫了《菩提大道一書》。 其後據幫助流通的朋友大德告知,似乎仍是念佛感應一書教授歡迎,流通更快。 而又並考於荃灣東普陀港寺的一位師姐,提供了一些很有鼓勵及教育行義的念佛感應個案, 誰生出了緝錄者第二策念佛感應的意念。 於收集資料時,不少大德都不論適及樂意提供資料及意見, 謹於此向他們及幫助此書槍印,出版及流通的大德門,再自以深切的謝意。 如於本書前言中說,念佛行善,功德無量,功不堂倌,必有感應,無容置疑。 慶祝大家! 身心康泰如意吉祥! 佛光普照祖正菩提,今天先講到這裏,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讚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請按訂閱,祝福你幸福快樂,福為增長,阿彌陀佛。 我們下次再見! ! 閉嘴! 感谢观看